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上志 那麼在今年的部分 亞洲許多國家陸入去在總統大選 包括先前韓國 菲律賓 現在是澳洲的大選投票正式的開跑了 那麼現在最新的民調當中顯示 執政聯盟稍微落後 也就是現任總統莫里森的政黨落後 給工黨領袖 大概好像6%左右 我看有點高 莫里森有沒有可能被最後逆轉敗 那麼整體來說 現在莫里森的政府所領導的國家 澳洲的高物價成為非常重要的部分的痛點 那麼整體來說被分析說 包括莫里森的這個政治人物的超手 他處理通膨的問題 另外在所謂國際上 中國威脅跟氣候變遷 他的這個做法 跟他的強勢的態度 好像愛中民眾並不是絕對買單 那麼澳洲現在進行的部分大選 包括整個國會當中的部分的選情 也都可能出現一些旋制的部分的狀況 那我們都知道 其實莫里森在國際當中 其實知名度很高 跟英美的關係基本上同固 那麼在對抗中國是非常強勢的 但是在整體來說在澳洲的民眾媒體分析 他的誠信問題還有反腐敗 感覺都做得不太好 那麼民眾普遍認為莫里森 缺乏誠信跟責任感 這個指控很大 那麼所以他從過去的一個強勢的領導人物的英雄 現在變成整個自己自由黨的最大的部分阻礙 有很多包括同黨的成員也公開批評他 說他只是這個推土機 雖然他有強大的強人意志 可是如果他如果能夠更有同理心 不是會更好一點嗎 當然這就顯得凸顯在包括莫里森 再包括在上街拉票的時候 遇到顯民 結果顯民毫不留情的嗆他說 我受夠了你的胡扯 我們來聽一下現場的狀況 你立正是一個人的賬人 這次的賬人 他有全身的賬人 現在他沒有賬人 這就是 這就是你說 你剛才是在前面 我們要幫助所有人 他們們 他們都工作了 他們的賬人 他們在賬人 他們有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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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沒賬人 我沒賬人 我沒賬人 我賬人 賬人 他們有賬人 他賬人 對 誰可以接觸明天 我做這個之前的選項 因為你做了兩項目 你知道你做了另一項目嗎 而且真的就退休人 對通膨的這個物價壓力 令這感受非常深刻 當然現在全世界很關注的是 如果如果莫里森下台的話 那麼影響所及澳洲跟中國的關係 會不會有所好轉或變動 但是現在總體評論院 他認為即使現在換政府政黨輪替了 無論誰當選 可能還是會是走美國的意志跟路線的 那麼在4月21號其實很新 包括澳洲的國防部長達頓 他說 他說中國是行賄 那麼行賄買通了所羅門才達頓協議的 這是一個很嚴厲的指控 結果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他非但 那麼莫里森 非但沒有有所修正說法 還說你達頓說得非常好 那麼這裡頭其實對於整個太平洋地區的 部分精源要知道 過去曾經在澳洲的部分 是應該要增加一倍來對抗中國 要增加對於太平洋地區的這個精源 但沒有想到是自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拒絕了提議 然後沒有出更多錢 現在你要人家聽你的 人家會聽嗎 那麼澳大利亞其實澳洲 其實過去來說一直都是英國 作為英國殖民地時代當中的 一個想像的天堂 在澳洲的南太平的陽光 在海灘上令人著迷 那麼現在的一位雪梨人 那麼澳洲的雪就是說 過去你們是把犯人流放到澳洲 那你現在要做何感想 整個澳洲的這種幸運 跟過去做一個dreamland 這個夢圖 感覺起來現在已經都陷入了國際 包括這種國際戰略軍事的爭議 已經沒有那麼美好跟平靜了 澳洲現在正在投票 那投票的結果會怎麼樣 當然不知道 可是在投票前的民調顯示 大概就是工黨還稍微贏 莫里森的領導政黨一點 所以莫里森可能會失去政權 也不一定 是 但是更可能的一個情況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沒有辦法達到多數 對… 到最後可能就變成 你們這邊叫玄制國會 或是類類這樣的狀況 可能就是有少數黨組閣 或是聯合內閣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樣對他的政策 會有什麼太大的轉變嗎 恐怕也不見得… 但是莫里森我剛剛看到那一幕 其實我還滿感慨的 你不管莫里森是被罵沒有錯 至少他面對群眾罵他的時候 他還為自己辯解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死了哪去 我們蔡英文總統連民眾都不敢見 記者都不見 對啊 多少記者已經多久沒有看過 蔡英文總統了 對 蔡英文總統每天躲在 不知道躲到哪個洞裡去 我也搞不清楚 這個我們叫民主國家 其實還滿丟人的 那可是莫里森一直被人家 為什麼被講沒有同理心 沒有誠信 沒有誠信的事情最主要就是 他居然因為美國 隨便給他提一個議 說我賣你核子潛艇好了 你把法國退單 他居然就真的這樣做 對 把馬克宏氣得跳腳 那實際上很奇怪的就是 你明明可以 因為法國也會做核子潛艇 是 你為什麼不跟法國說 我要申請核子潛艇 你可以這樣跟他談 結果你是直接 喪失了澳洲在國際上的誠信 然後去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對 然後其實這中間造成 法國跟澳洲之間非常大裂痕 是 那更不要說法國跟美國 也開始有心結了 雖然表面上 雖然還是磕磕氣氣 其實這個是非常不好的 那莫里森其實 他為自己的辯解就是說 我是因為我要趕快達成目標 所以有的時候 可能就是做得太困難了一點 或是怎麼樣 他說以後我會更有同理心 但是你確定你還有以後嗎 未必 所以我覺得政治人物這種話 像剛剛那個選民 就一直在跟他抱怨 因為你的承諾你都沒達成 那我也譬如講 我們台灣的總統承諾 什麼時候達成過 所以我覺得政治人物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個 澳洲的這個房長很好玩 他說你中國大陸就是靠行賄 才能買通索羅門 索羅門才跟你簽這個安全協議 那達頓跟莫里森可能都沒想到 莫里森還說達頓說得好 你們兩個腦袋有動嗎 你覺得你在指控中國那個賄賂 對不對 你在指控誰 你知道 你在指控索羅門收賄 對啊 對 你沒想過這件事嗎 你還想要跟他修復關係 叫他繼續拒絕中國大陸 結果你指控他收賄 請教一下 你是索羅門人 我還有跟你歐洲在一起嗎 對 你指我鼻子罵 所以這腦袋到底在想什麼 你不是正想要去跟他修復關係嗎 對 這就跟布林肯那個時候 想要去跟沙烏地阿拉伯 修復關係的時候 然後結果哪國布凱琪拿虎 去提他王族之間殺記者的事情 對 所以你們到底腦袋在幹什麼 在想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澳洲這些國家 真的腦袋是不是跟美國 跟帶酒吃到美國人口水 那個整個思考邏輯也變得很奇怪 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澳洲 因為一直以來他都是 在國策上都是跟著美國走 即使未來變成少數政府 或是聯合執政 恐怕他在大局上 還是會跟著美國走 很難扭轉 對 頂多只是相對 跟中國沒有那麼爭鋒相對而已 所以他一定是美國在圍堵 中國大陸的一個鐵盟友 這一點絕對不會改變 對 接下來請教張誠 其實最近在國際上很多 包括這種 包括因為抗衝 我印象中過去軍員 軍事方面 國外講話都很謹慎的 最近其實不是澳洲 美國方面 大家都大放厥詞 當然我們知道澳洲人有講話 我們都說有點粗 不是很精密的 很多人在澳洲的這個 這個性格常見是這樣子 你怎麼看 我很想觀眾朋友 現在想個問題 澳洲有沒有敵國 他在南太平洋有沒有敵國 沒有 但是他曾經在歷史上 擔任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二四大戰的時候 美軍是從澳洲開始反攻的 所以日出上是澳洲開始反攻的 所以澳洲沒有敵國 在這次選舉裡面 不管工黨或是自由黨 都拿反中作為議題 這有趣了 沒有敵國還反中 還可以當作議題來吵 這很有趣的一件事 所以我從這角度 給觀眾朋友整理一下 美國怎麼看澳洲的 對 因為現在美國在 對圍堵中國的軍事部署上面 他很希望在第一島鏈 部署所謂的中層彈道飛彈 中層飛彈 就設置一千公里到三千公里 彈道飛彈 那第一島鏈國家 都不這麼支持 日本不支持 南環不支持 對 台灣是部署的窮稱 但是對美國來講 還差一段距離 因為如果第一島鏈可以 部署這個飛彈的話 這對美國來講 就太好了 因為第一島鏈不太支持 是 所以美國在想法說 好 第一島鏈不行 那我就回到 以前我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澳洲可以做什麼 對 如果澳洲現在部署 所謂的遠程彈道飛彈 就設成三千公里到五千五百公里 他目的是不是達到 對 這是美國在想 所以歐克斯 就在這個背景下出來的 對 好 所以對美國來講 澳洲不只是南太平洋的副警長 澳洲自己 澳洲自己 對 我現在講澳洲自己 怎麼會對中國 這產生這麼奇怪 反中情緒 其實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開始 中國大陸經濟開始起來 很巧澳洲經濟也跟著開始起來 對啊 怎麼會那麼巧呢 其實中國大陸對澳洲的經濟的支持 跟輸出是有的 是有拉動的作用 是有拉動的作用 對 所以現在在澳洲 你看到很多好的房子 好的公司 好的社區 好的公園 都有中國的影子在裡面 中東都有 所以澳洲人已經感受到 中國人對澳洲經濟的支持 但是呢 類似很多地方的華僑一樣 對 這麼多的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在後面 不是非有反華僑事件 反華世界 澳洲就開始煽動這個概念 可是不對啊 這些是我的國民 對 我相信我自己國民是怪怪的 是 他把那個意念轉成說 你看中國人 在澳洲做了這麼多投資 賺了這麼多錢 賺了這麼多錢 然後開始形塑一個澳洲的 對中國 中國對澳洲的威脅論出來了 什麼威脅論 中國人會影響澳洲的政治 什麼政治開始出來了 所以很奇妙的澳洲人開始反中 這些其實大家都感受到 澳洲這個文化現場的變化 最後一些時間請教陳教授 其實為什麼這個澳洲的 自由黨和工黨都這麼有強烈的反中情緒 對 這個背景很少人知道 第一個就是澳洲最近幾年 拍了很多電視影集 裡面都說中國的大使 在澳洲做間諜 對 甚至使用美人劑 對 所以說大家都對這個澳洲 澳洲人民都對中共痛恨 對 這個是加上這個中國大陸 又對禁止澳洲的紅酒 禁止澳洲的煤炭進口 那麼當然更引起澳洲的憤慨 所以說這兩個黨都要來反中 那麼正好美國也很需要這樣一個 反中的一個大國 澳洲雖然人口不多 才兩千多萬 但是他是滿強的 他的軍力是相當強的 陸海空三軍都不錯 而且從一戰 1914年以來 澳洲就跟英國 美國並肩作戰 幾乎大小戰役 無意不予 那麼這個是他們的一個 為什麼摩里森和工黨領袖 都主要強烈的反中 用反中來做訴求 剛才另外韓濱剛剛提到的 這個澳洲放這個法國鴿子 不買法國潛艇 其實我聽得到滿高興 因為法國常常放下鴿子 法國不單放我們中華民國的鴿子 也放以色列 放以色列 也放俄羅斯的鴿子 俄羅斯要買一個兩棲運輸艦 也被法國放鴿子 法國被放鴿子 我都是聽得很高興的 這是事 但是這裡頭當然這一次 你怎麼預測現在可能選舉的結果 對於澳洲的政情會有影響嗎 到我對中國的路線 澳洲這個選舉 現在看起來工黨是略戰優勢 但是不管怎麼樣 是不是一定要過半才行 過半才可以單獨組合 否則就要聯合政府 這個情況下來看 美國反而不怕 美國澳洲你不管怎麼變 變不出美國的首長心 另外英國也是一樣 英國曾經有一位首相就說過 英國戰後以來的外交政策 跟著美國做 講那麼明白 雖然你看英國也有一些反美情緒 但是基本上這個很小聲音很小 然後現在搞不好 我們中華民國的反美情緒 是不是還高了一點 亂笑之下 所以你覺得部分 大概無論如何 大概對中國的路線 其實政黨有所改變 你又會這樣說 你剛剛好遠呢 和我們啦 然後對中國的反美媒 就不會再去排行 感谢观看